大家好 我是文念珍 今天来的节目里面跟我们聊天的是石清如 我刚刚谈了好多东西 刚刚谈到他 这一点实在看在我写文字的人 靠这个文字为生人的眼中 实在有点不可思议 而且有点生气 就是说他很少看小说 难怪我们小说都卖那么不好 那后来当然是说 从文字里面他就发现 他看到另外一种所谓的音乐结构的起源 中间有人的情感的有故事 那我刚刚提到说 我要讲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我们已经本能的是在写文字的时候 用文字在用情绪在进行 用情感包含故事在进行的过程中 去找到一种节奏 就是有时候那种一种信念是阅读的 或者是那个东西 可是又提到那个导演叫杨德昌 就是有一次呢 就我刚刚讲他没事干的就带一个耳机 是在听五点音乐 那有一次我觉得 原来他是从五点音乐里面去 去结构 去找到这个结构 因为例子是什么 那时候他们四个导演 刚好要拍第一部电影叫光音的故事 是四个导演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抽的 就是我们那时候是写了一个假的企划案 去片中演 说要拍那个台湾进步的情形 第一代打赤脚 第二代骑脚踏车 第三代什么开机车什么东西这样 然后大家可以分配 自己想的故事可以搭配那个 那杨德昌想的是第二段这样子 那想到第二段的时候 他就自己就找我聊天 就聊他的剧本这样子 那他是一个很犹豫的人 就是想东西会想很久的人这样 然后就跟我讲说 其实在交响乐的过程中 他现在承担的是第二夜章 我说他第一夜章如果一个是很澎湃的一种开场的时候 他这个夜章的开场应该是安静和情感的 然后准备一个情境再转折丢给第三个夜章去承接 他说就是起承转合起了 所以后面中间他负责是承这样子 所以他就没事感觉去跑去问第一段的 要拍第一段那个陶德成说 你剧本好了没 你剧本写什么这样 那陶德成也是流美的 也是很傲气的 他就讲说 你就是抱怨说他自己的剧本都还没写出来 你干嘛来问我第一段是在写什么东西 那后来他就因为这样我才讲 他有时在听那些音乐的时候 是把音乐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音乐的结构 是想要丢到那种他的创作的电影 或是一种文字的结构里面 那种东西是跟你所讲的完全是不一样 但是却是又是很契合在一起的这样子 所以后来我意思是说 我刚刚想问的 其实问的东西就是说 你是作曲嘛 那你刚刚讲说 你们以前是习惯把巴哈拉贝德文什么东西 都拿来再做分析 然后从中间去寻找 可是你自己在写 比如说你在写大道成的破想 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你是一个夜章完了之后 再去想另外一夜章 还是自己在想的过程中 这几个的夜章的结构 你已经全部完成了 我觉得是边写边想 像就是说破晓这个写奏曲 它是四个乐章 这有点像起承转合这样子 但是呢 其实我动笔是第二个乐章 就第二个乐章先写这样子 对 所以很多 就是很多人会以为说 作曲家或说文字 我不晓得文字 就音乐方面来讲 因为我们在听乐曲的时候 我们理所当然的 都会从第一个乐章听第二个乐章 因为我们认为这是起承转合 但是其实我自己感觉到说 创作人的思维 他有 他知道这个道理 可是他的思维 不一定要从头来切入 因为有时候我常这样子 比喻就是说 我们的思考 有时候是像开花这样 从一个点 然后他开出前后左右的 一个思维的网络 那有一种思维 当然是线性的 就是说从第一个点 到第二个点 这样慢慢的 那起承转合 在解释上面是线性的 那就像我们乐曲一样 四个乐章 但我的思维却不是线性的 我是从第二个乐章开始发想 然后第三个乐章 跟第四个乐章 同时在写 这三个乐章 就说最后的草稿都结束了 我才回想过来写第一个乐章 那问我为什么这样子 也是有情感跟技术 两方面来讲 技术上就说 因为第二个乐章 我就说在管弦乐方面呢 用了比较薄弱的管弦乐曲 应该说薄弱的乐器 就我没有用到管乐 就用到弦乐 那这个 这个乐章是因为我想要向马勒致敬 马勒的那个第五号漫版乐章 他用了弦乐跟竖琴 那 我有点想要 就是说 不是要模仿马勒 但是是说 在写作的过程 那个马勒的音乐 一直跑到我的心里 所以好像在那个时候跟马勒有很强的这个连结 所以我就这样从第二个乐章切入 那三四呢 我知道说它是一个转合的部分 那其实第四个乐章的主题是最先想出来 可是这个三的角色 这个三的角色 这个转的角色 它跟前面跟后面要呼应 可是在我们有时候就说 一个角色它可以是承接的 可是它也可以是对比的 那像这个第三个乐章 对于第二个乐章来讲 它就是一个对比的 因为它要切断前面的柔性的情绪 它要为后面的第四乐章做准备 那所以它可以说是第四乐章一个先导者 对 所以这两个乐章一起想 想完了以后 这四个 其实我那时候曾经考虑 就这样三个乐章 就结束了 那是 为什么会回转过来写第一个乐章 是因为 就像刚刚就说一般人理解 就说交响乐的四个乐章 通常第一个乐章是比较澎湃的 万一不是澎湃的呢 对 万一不是澎湃 在观众的接受度上面来讲 是有一点点情绪上的困难的 因为 就是跟人走进音乐厅 或者是说 不管是你走进音乐厅 然后你期待 你一开始充满了期待 要聆听这个音乐 是跟人我觉得是比较有关系 所以后来我考虑的结果 还是要写一个第一个乐章 那第一个乐章 反而是有点 见山又是山的感觉 因为后面二三四 已经精神折磨了很久了 记住层次瓶颈 也碰到了一百多个 一一的不能说急迫不过 就想办法克服 到了三个乐章 到了三个乐章都完的时候 大概命也去了半条了 然后回转过来 就觉得 那我就是有一点 反而是 我有什么 我就写什么 但是后来发现 因为三个乐章的自我的磨练 回到第一乐章的时候 发现第二个乐章 就是写的最流畅 那那个流畅感 刚刚讲就很适合 很适合在一进入音乐的时候 来聆听 那有时候我觉得创作 它你不一定是一个 要百分之百 把那个结构都架设好了 然后蓝图都画好 你才进入那个东西 我发现很多时候 都是边写边学 然后边发现自己的不足 然后边赶快补足这些不足 然后又发现其他的缺点 然后就是它是一个 好像一个整理自己的过程 对 而且这一点老实讲 都蛮像解作的 对 其实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 写作大概就抓过来 然后第一 写下一 然后就开始 六十年前 什么什么什么开始 其实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 特别剧本也不是 剧本尤其不是 我记得 写小说有时候还比较清楚 比如说 我已经想完一个故事了 那有些人是 一开始想就开始写 可能是第二段 或第三段 就开始写 然后我的习惯不是这样 我通常是 在想的过程会很长 就一直放在脑袋里面 让它找到一个点 或是一个声音的时候 我开始 就从第一个开始写 那也许刚开始写是很辛苦 因为 因为就像你讲二三页章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早就要写那个了 可是我一定要是 从一这样写下来 对不对 那剧本就真的不一样 就像你讲的这样子 我以前写剧本一个习惯就是 拿好多卡片 好多卡片 拿一场一场 就把note写在上面 那排好 那故事当然可以这样讲 从第一 什么事情开始发生 然后怎么结束 那不一定啊 那发现我可以中间开始讲 我从中间什么事情发生 再去回溯什么东西 这样 所以当你把它写成一层卡片 把它排来排去的时候 它就有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 一种状态 另外一种状态发生 那这个是 这个是在创作过程的东西 可能发生的那个 那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像我们在 比如说写作也好 什么东西 出现一个结构这个东西 通常有时候是学习 是 学习比如说讲故事的方法 或是别人怎么讲 然后你会有这个东西 你有没有 学音乐会 音乐结构 有这样一个学习过程吗 嗯 或是本能 主要是 主要是我刚刚说的分析 分析就是去学习别人怎么 你去解构它 嗯 它它写作的时候 你把它分开来 所以你知道 它里面的元素怎么排列 但是我觉得 你去解构别人 跟你自己创造一个结构 那中间落差还是蛮大的 嗯 就说你理解了 这些作曲家 是怎么样的思维 其实你还是不理解的 嗯 因为你怎么知道 他从哪一个乐章写呢 这些作曲家都都做古啦 嗯 那我们只能一循的 我就说 一循的别人提供给我们的一个 脉络一个 呃 就是说 大家都能够公认同意的一个方式 来看待这个音乐 可是事实上 这个音乐的本质 它的情感本质 我们是无从理解的 但是 反过来说 当自己创作的时候 如果你结构上面 当然是很严谨 听的人 会有脉络可循 可是 音乐到了最后 我觉得它是一个情感的本质 嗯 就是说 你除了结构要加强以外 你的这个情感的本质 要能够与人做沟通 这音乐才是有存在的价值 对 我觉得这是重点 这是真的是重点 就是说 嗯 好了 这样讲 我们是音乐的外行者 只是一个站在外面去听的这个东西 有时候会觉得某些音乐你大概 听过之后 那个弦力会在脑袋里面流很久 或是在某些情境的时候 它就会 会 会跑出来 有些音乐你可能听了 几次 你对那音乐是 厌见的 你疲惫的 对那音乐 我 我并没有 特别的喜欢 比如说 但你也不敢表达 比如说莫扎特 莫扎特有没有 很多人很喜欢莫扎特 我有一阵子是不喜欢的 我觉得这小孩子好吵 就是会觉得 会觉得那个东西是很吵 比如说 好啦 有时候你在车子里面听 比如说有时候心情很不好 我会放那个 安德罗普洛斯的电影 那是希腊的音乐 我会听听这个医师跟我讲 你听那个你会死嘛 你要怎么听那个 那个已经够 你已经够depressed 那你要搞那个 我说没有啊 这个像我妈妈以前 喜欢去看悲剧电影 看到自己哭一哭 然后很高兴回来一样 为什么你知道 就是 还有人的情绪是比我更惨的 那这个过程中 好像因为聆听 而得到一种 一种救赎嘛 但是不管怎样 就是说 你都从音乐里面听到一种 是因为情感 那我以前听到的都会说 这是因为情感 或是我听的时候 我以前小时候很笨的 都会问人家说 你听这个音乐的时候 你眼睛看到什么 有些人被我问到快疯掉了 就是说 今天很无聊 因为我没办法 我听音乐 常常有画面 就是一个音乐出来的时候 我常常有画面 以前真的只是 真的只是这样而已 那到年纪大的时候 这个部分 我只是因为现在面对 是一个作曲家 或是音乐家 我现在很想跟大家一起 去分享这个东西 就是说 以前没有这种感觉 到自己年纪大的时候 有一阵子 就是说 当你很depressed的时候 你会开始找各种音乐 朋友跟你讲 你要不要找音乐来安抚你自己 你这样找的过程中 就像你去 这样形容不好 就是 外国烟刚进来的时候 你去尝百草 看哪一种烟 最对你的口味 这样子 你再找 找的过程中 比如说别人找我不知道 我会找到小邦 就小邦 那个东西已经不是感情因素 事不关情感 这个音乐是 你听起来 已经不是在聆听音乐情感 你在听的时候 过程中 甚至也没有画面了 或者是因为小邦的音符太多了 你来不及想画面 还是这样 我觉得小邦是 跟 那一刻的我 我不知如何形容 是觉得 那个声音刚好点到你心里面的 某些声音 然后这一段音乐 刚好是你此刻的情绪 到觉得 为什么要这么 无奈的时候 他又把你拉起来了 就是这样 所以你到最后 会发现说 这个部分 已经跳脱了所谓的 情感的部分 我觉得它是治疗 是有疗异效果 疗异效果这样 你自己有这种经验吗 作为一个演奏者 或作为一个作曲者 有 就是说我特别对 某一些人的音乐 应该说 对我来讲 我当然是对 各个类型 各个风格的音乐 当然是接受度比较大 但是这些音乐里面 我 他对我的一个投射 我应该说 音乐 我们在聆听音乐的时候 我觉得他对人的投射 有不同的层次的 就说这个音乐 比如说莫扎特的音乐 对某个人可能投射是在他 比较深层思维的层次 或者是说 刚刚你说的是视觉的投射 那 对我来讲 应该说是训练有素的狗 这样职业病 但是 对我来讲 音乐是他投射给我的 或者说我 我从他里面投射出来是 那个声音 它本质的意义 这个我很难解释 就是说像写文章的人 文字都是表意的 那其实音乐也是一种语言 音符对我来讲都是 跟文字一样 它是有语言 那每个音乐 比如说某种样的和弦 某种样的声响 某种样的音色 对我来讲 其实都是有意义的 只是这个意义是非常抽象 而且是你个人赋予它的意义 所以我在听音乐 比如说这种疗愈的就是 比如说我现在心情不好 那我要听这个音乐 我听这个音乐 我会自然而然 想要去找那个 跟我现在情绪共鸣的 那个声响 它不见得是谁的作品 可是这样的声响 如果刚好这个作曲家 用这样的手法 处理了这个声响 它也许在科学上 根据是因为跟我们的人体 有某种神经的共振 所以它疗愈的那个部分 那这个声响也许在另外一个作曲家 它用另外一种方式处置 处置它 那它在这个时刻 对我来讲 并没有那个疗愈的过程 所以我曾经看过一本书 就是说有一个神经科学的医生 那他本身很喜欢用音乐 他也是透过音乐来治疗他的病人 跟观察他的病人 那他有发现说 我们的大脑都是分很多个区 语言区啊 运动区 视觉区什么 可是大脑没有一个区是音乐的 所以当音乐 音乐就是说放出来 他的病人接收到 他发现说 他每一个皮质区 都是有震动的 可是你找不出说哪一个震动式 就是说它是最主要的接收器 所以音乐这一块我觉得在 就是说在这个实际上 理论科学来讲 它是一个很神秘的地带 我自己一直觉得说 学音乐学那么久 到最后音乐对我来讲 是一种信仰 它是一种美的信仰 一种未知的 我对他有这种崇高的这种 好像敬意这样子 我真的有感觉到这样子 好严肃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来轻松一点好不好 好的